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以911事件 因为是2001年的时候发生的嘛 他是以20周年为一个标的 就20年够了 我们现在要从阿富汗撤出 当然这个时候啊 阿富汗美军只要从阿富汗撤出 美国上上下下 包括国际上面的战略专家 都异口同声的说 那么现在美国所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完了 等到美军一撤出 盟邦一撤出 大概以这个这个这个申学士 申学士的这些组织会 立刻攻入首都 然后呢 阿富汗的现在的政府 可能通通都会被歼灭 而且现在的这些 由阿富汗政府所控制的地区 都有可能成为人间链鱼 嗯 国务所把阿富汗再交给了申学士 美国美国从2001年出兵阿富汗到今年20年 美国美国在二战之后 从来没有在海外用兵这么久 嗯 那阿富汗老实讲 不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 基本上神神学士在1996年 他他掌握他从阿富汗的主流的力量 然后呢建立了神学士的政权政权 塔利班政权 在2001年呢 美国呢就以就以他包庇宾拉登 是包庇宾拉登哦 他不是说呢塔利班呢发动了911 他是说你包庇宾拉登 包庇那个制造911的宾拉登 说我把你灭了 嗯 好那就到进到阿富汗之后呢 就就把就把呢塔利班政府给推翻了 塔利班政府呢五年就被推翻了 他开始扶植清美政权 这20年的时间 整个克布尔就是清美政权 可是这个清美政权 他非常像是叙利亚呢 美国所所支持的反抗军一样 就是不争气 就不堪一击啊 就是不争气 20年的时间拿贪污腐化 都投入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钱 可是老实讲 今天阿富汗的绝大部分的地区 都还是塔利班 都还是神学士呢在掌控 这是为什么四年之前 当川普当选总统的之后 川普建籍履籍要处理的 第一个就是阿富汗 说我们不能从阿富汗撤军吗 你有没有看那本呢 他呃那个 那威德沃尔帮他帮他写的写的书 不是帮他写 威德沃尔写的内幕 就是那本叫恐惧的书 那本书里面讨论阿富汗的东西很多 那有关于有关于 就是说当时呢川普 把军方找来说 哎我们要撤军 待太久了 然后 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美国美国美国在阿富汗 大概付出了一兆三千亿美金 然后死了两千两百人 对这么多的人 代价太大了 我们要撤军 那那他就问问问美国的军方 包括他的国安顾问 等等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 风光的撤军 所有人说 不可能 对 那那那那里面呢 就说那川普问说 那会怎么办 那我们就就认输 就是只要我们撤了就认输 所以奉心的讲那个是对的啦 就是说你撤了之后 整个阿富汗整个中东都会知道 美国只不过是又打了另外一场的越战 当美国要撤军的时候 就像美国呢 美国从从当时的越南一撤军了之后 北越就下来了 那南越之后呢 就就统一了 那越南呢 就就没有了 美军的势力就被彻底的扫除 他现在如果撤出阿富汗的情况 就会差不多 当然我能够理解 美国内部呢 其实希望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势力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川普要撤军 拜登也要撤军 其实欧巴马时代的时候也想撤军 但始终撤不掉 就是因为刚刚所提到的 一撤了 那现在所扶持的政府 其实就等于是抛弃了 抛弃了之后呢 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清算啦 然后学习啊 现在很难预测 那就会是成为 二十一世纪版的越战 就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的时候呢 美国撤出越南 然后接着呢 整个南越政府 就被北越政府给灭了 然后这二十一世纪呢 就再一次的在阿富汗上演 可是呢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 其实是很特别 很特别 他在中东中亚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 心脏地带 那么所以在呃 之前大家注意到吗 讲新疆问题的时候呢 华春莹曾经在 他的外交部记者会当中 放映了一段 就是由美国的这个呃包尔 是 他的包尔呢 这个他的这个助理呢 他当时 前国务星包尔的办公室主任 然后呢 他当时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他在一个智库里头演讲的时候 他用很大白话文的说 嗯 我们之所以要在阿富汗还要继续驻军 嗯 其实都是为了中国 对 第一 阻挡中国的一带一路 在中亚发挥影响力 嗯 第二个是要牵制巴基斯坦的 所有的核设施 核设施 嗯 然后第三个部分 究竟骚扰新疆 让新疆出现反抗力量 嗯 所以三件事情就 阿富汗的驻军 看起来是打击恐怖组织 嗯 当年的目的是这样 但现在看起来 他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 要去抗中 嗯 都是为了中国 对了 因为他必须要有个解释 因为 因为美国的国 国内的舆论就不停的在问说 反恐应该啊 911很可恶啊 可是宾拉登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在那里 对 这是美国人很单纯的想法 就是盖达组组织 即使现在还存在 可是其实力量大 宾拉登都已经死了 第二个 IS都已经垮了 啊 我们还在那边干嘛 然后每年花这么多的钱 然后呢 死这么多 多的人灰头土脸干嘛 他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拜登 不是只有拜登 有这个想法 我们刚刚讲 就川普上来的时候 第一个想解决的 就是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见 从美国的国内舆论来讲 美国竟然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小小的很贫穷的阿富汗 待了20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曾经有他们有一个提法就是说 我们如果帮助阿富汗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就一兆三千多亿的美金 我们发给阿富汗的人 对啊 一兆三千亿阿富汗 每一个人都发财了 你拿一半发给他 每个人都发财啊 那个一定亲美亲的不得了 一兆三千亿美金耶 对我们何必要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对 没错 这罗罗罗罗罗网通啊 就跟我们要要求日本人每个人喝500 500cc的废水一样 不就都解决了吗 你就知道里面是政治问题 好 但是因为中国跟阿富汗 因为 美国呢 美国现在对中东问题的处理 你看他在他那几个他很记守的地方 他都采取退缩的方式 不管是阿富汗 他准备跑 让阿富汗呢 会留下一个非常风光的名声 再强大的国家进到阿富汗 都只有灰头土脸的走 不管过去的十九世纪的英国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 或者二十一世纪的美国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掌握阿富汗 好 那走了之后呢 留下一个烂摊子 等谁收 看起来准备呢 看中国怎么收 他的处理方式 跟缅甸是不是非常像 他在缅甸的摆出一幅座 我不管了 我就在外面呢 就说呢 不断的在放话 炒作 要制裁缅甸就好了 但是谁要去收烂摊子 我看你中国怎么收 中国终究对阿富汗要有态度 那我觉得态度还是经贸态度 不用军事态度 对 但是西方一直在炒作 中国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 因为人民解放军到现在为止 没有在海外军事介入其他国家的记录 4041年来 但是你去看去年的BBC的报道 去年BBC的报道就就就曾经说 中国中国呢在阿富汗的 中国跟阿富汗的我们讲的思路 一带一路啊 中国跟阿富汗的中间呢 有一个走廊 非常非常的窄 两岸都都是峭壁 你看起来像是电影里面的场景 那个叫做瓦汉走廊 那个瓦汉走廊大概有40公里长 这么长的走廊里面呢就是呢 你还真的要进到进到中亚呢 必经之路过去 如果你要进中亚非得从那边走 他就说中国在瓦汉走廊 有驻军 中国在帮阿富汗的训练一个特殊的山地旅 这是去年BBC他们在大炒作的 中国外交部彻底否认 但是他们在营造一个中国在介入阿富汗 当然中国现在对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 跟巴勒斯坦处理都一样 接下去我认为 中国对缅甸的处理也一样 对争端的双方说 你们来北京吧 你看他对阿富汗的处理也是一样啊 我觉得给经贸好处了 对就是说你们来北京吧 坐下来谈 他现在对于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也是一样说 你们不要打了 你们来北京谈吧 我愿意当个东道主 坐下来谈 我认为接下去呢 北京对缅甸也一样 欧山苏姬跟米昂来 你们不要不要打 在家打下去了 你们呢在基本上面两败就聚张 要不要到北京来 我们好好的谈一谈 中国大概会有这种方式去处理 总而言之 美国现在态度就是 他准备对阿富汗撒手不管 他撒手不管呢 我觉得当然 他有一个国际大战略的一个角度啦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今年911美军撤军了之后 你所看到在那里面所发生的血汗 我们都要记得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对另外一个国家的道德保证 都是不可靠的 没有错 对台湾也是一样 嗯 好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